歡迎收看 推理綜藝節目 真的了不起 歡迎收看推理綜藝節目 好的 今天的節目現場 待會兒會帶來很多的牽液事 那個電視裡面演的 那叫什麼捏橘拳 對 爆橘拳 今天我們有爆蘋果拳 OK 橘子對她來說小事一樁 而且蘋果那麼硬還捏得 對 而且她今天挑戰完爆蘋果以後 待會兒我們會把榴槤也拿出來 好不好 如果是真的 大家都來試試看 就算來拿撞球了 撞球 好 如果你看平常一些 野外的一些活動的報導的話 你會發現被虎頭豐富 如果要咬一隻 兩隻 三隻 就覺得不得了 而且通常會致命 但這個人呢 他被 那是真的被虎頭豐攻擊 還是他是唬爛的而已 OK 好 那待會兒就來看看 是真的還是假的 所以一開始就要來看看 兩隊到底誰厲害 卡位 自己的賽 好 來 開始紅隊呢 兩個字題是 插座 插座 增加 電水壺 插座 增加 插座 增加 電水壺 電水壺 插座 電水壺 電水壺 插座 尖叫 尖叫 恐怖片 唱歌 尖叫 唱歌 揍金屬 標高 標高 八度 唱歌 尖叫 那個很容易 拚弄 啥厲害 加油 謝謝金燕 好 30秒 沒有 真的是跟開局有關係 是不是跟輸的人沒什麼差 真的 你跟他出的這麼差 對不對 你這樣還算得到 好 那30秒 給綠隊看起來很大的威脅 沒錯 來 謝謝紅隊 謝謝 厲害 來 綠隊 其實一提10秒還OK啦 還有機會對不對 可以的 來 準備好 節奏快一點 Let's go 來 繼續開始 兩個字 日本 柴魚 日本 食物 柴魚 柴魚 玩啊 隨便三個字啊 換一題 不要吃過 趕快出來 小孩子 很漂亮 烏鴉 蔡康勇 必須 誰呢 投降 舉白旗 對 有機會… 再一題… 那個 換一題 打帽子 打帽子 薯條 麥當勞 另外一種說法 兩個字 兩個字 另外一個說法 就把他還講出來笑的 Frenchface 不是… 薯條的另外一種說法 薯條 漢堡 完了 這一組 災難 怎麼會有薯條 這真的有猜的 很快 很快 快餐店 十點 對 十點 我們到了三十秒 對一分二十三秒 來 我們恭喜 紅隊 紅隊 紅隊在這個階段獲勝 大家可以在第二階段 大說謊家 來看看 紅隊到底是要先猜還是後猜呢 馬上進行第二階段 大說謊家 好 歡迎來到我們第二階段 大說謊家 一開始當然還是要恭喜紅隊 三十秒 三十秒 真的 問一下最後選先猜還是後猜 我們要後猜 後猜 後猜 對 OK 後猜 好 第一個要看到的奇緣意是什麼人 什麼事呢 來 凱樂 歡迎紅隊的第一號 嘴巴可以吞下拳頭的喬喬 小巧 我們不用硬來現場 說一定要表現出一些什麼樣的才藝 因為 圈裡面大家都知道 有這樣才藝的 其實印象最深刻的 是大餅 沒錯 我想大家大概都會印象很深刻 對 妳這個聽說也是跟大餅 看到大餅在表演 然後得到的靈感 對 就是大餅在表演的時候 然後自己在家裡玩 然後才發現 其實不難 很好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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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發現 好像其實沒有那麼的 對 很難 你看這一顆 沙古達的錢頭 對 它這個真的超大 不得了 OK 好 可是 妳自己覺得很容易吞 但是顯然妳的朋友都不相信 所以妳靠這個還贏過大錢 什麼樣的 其實還滿常開 跟朋友開玩笑說 因為他們覺得 那時候大餅吞拳頭還滿流行的 然後我說這還好 我也會吞 他說怎麼可能 我說要不然要賭什麼 他說沒關係 你如果吞進去 我就給一千塊 然後我就 二話不說 就直接塞進去 然後塞進去之後 然後他就給我一千塊 然後給完之後 他就跟旁邊的朋友說 你相信他可以吞拳頭嗎 你不相信 他就賺了不守小貝林 OK 我們先定義一下 所謂的可以吞拳頭 你是可以把拳頭吞到什麼樣的 是半拳還是 然後吞到這裡是不是 不是 是可以吞到胃裡面 你借定一下 什麼叫 吞到什麼 吞到手肘的部位 那叫吞劍 就可以到手腕這兒嗎 整個到手腕這擺進去 手腕這沒辦法 拳就是主要是那個 就是主要拳頭 你沒辦法整個進去 然後進胃 然後再把胃的食物 然後等到明天早上 我可以進你的胃幫你找東西 好 就是等一下我們要猜的第二件事 你要猜誰的胃裡頭 所以你是可以把拳頭 包括這邊 然後大概到這裡一半 對 拳頭就可以 蓋過所有手肘 就是一定會蓋過 等於整個拳頭最出的地方 是可以整個擺到手腕裡面 最出的地方一定都可以擺進去 OK 請問一下 妳平常都什麼樣的心情 在做這方面的練習 什麼樣子 妳是很認真在問這件事 因為這個需要練習嗎 主要是大餅那段時間還滿紅的 到哪個節目都在吞 所以大家就會討論 我們大家還可以猜到 大餅是抱什麼心情 平常在練習 他吞這個拳頭 所以妳就沒有什麼 就只是因為覺得 可以多學一樣才藝 OK 對 無聊 好 這一題咱們要下去 有沒有可能小小能夠 把拳頭塞到嘴巴裡面 像很多觀眾朋友以前看過 大餅上這樣的一些表演呢 真的還假的 壓幾分 來 綠隊請選擇 我覺得這應該是很小 因為我們全數也滿小 而且妳看他講很沾沾自喜的樣子 他講得完完全全很流暢 沒有一點就是靠思考編故事的感覺 所以而且以他的講話給我的感覺 他真的是有保留滿多東西 可以告訴我們 OK 所以 所以分數是滿高 我們相信 真的 壓三分 OK 我們一人每次站那個位置 十個有八個都是假的 真的假的 而且可以再給妳一次機會 對 好 真的壓三分 確定 經過小哈這樣一說的話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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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你更確定了吧 他更確定要這樣講 好 就這樣了啦 來 真的假假假假假假假真真 如果是真的 待會兒 小巧會直接表演給妳看 他能這樣 他真的可以嗎 最後正確的答案是 你看 加油 來 恭喜這位 太好了 辛苦了 剛剛覺得這是故事講得太真實 真的嗎 他講得太開心了 不是 還有一段 你們兩個剛剛演的那段太 太假了對不對 沒有 都最好 OK 小巧 所以妳要直接表演給大家看對不對 好啊 來 好啊 好 好厲害 好想沒偷 好想沒偷 就搞半天不行 我真的不行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一個長得好好的女孩子 為什麼要沒事在鏡頭前面 做這樣的一些動作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而且我很久沒有做這檔事了 妳不是以前學生時期 還有被媽媽罵什麼 女生不要這樣子 對 因為太難看了 真的嗎 而且 沒有 謝謝 好 真的 要不要握個手 好 真的 做什麼 真的 對啊 什麼 導播剛剛沒有拍到是不是 沒看到我們太快 太快 好 我懂 來 導播剛剛說可不可以再來一下 很有感覺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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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你常深思的自由加氣 是不是 我根本幫我講 還好 還好遮住 好 所以最後驗證 確實是可以做到這個樣子 好厲害 好 來 謝謝喬喬 謝謝 謝謝 來 我們對 接下來要看到的簡易是 什麼人 什麼事 來 凱樂 歡迎綠隊的第一位 被41隻虎頭蜂釘 還奇蹟生還喔 三哥 三哥 大家都叫他 叫這位是三哥 三哥說實話 我想 只要看過 譬如說一些野外報導的觀眾朋友 都知道 虎頭蜂 你 一隻 兩隻 可能三隻大概就可能會要人命 對 大家都知道這樣一些嘗試 41隻釘 而且聽說那次釘完以後 醫生都說你可能沒有救了 結果你爸爸用了一個偏方 當天 第二天 你就幾乎都可以消腫 什麼偏方 差不多都消完了 那是用什麼樣一些偏方 當時的狀況是怎麼樣 41隻怎麼會被釘成這樣 那時候我想很多虎頭蜂 我要去學習 我怎麼抓 那時候都我爸爸的 家裡面你爸爸他們是捕蜂人 對 OK 是養蜂還是捕蜂 捕蜂 捕蜂抓虎頭蜂 我想去寫 寫的時候好 他就帶我去 那時候我還是會怕我說 跟我大哥 我說大哥 如果我被釘到這樣 他說被虎頭釘到你就不要講 那時候我想可能是真的 就裝… 剛好縫隙破掉 有破掉的縫 對 剛剛破掉的時候 然後我就蹲在那邊 但是已經被釘了 我想說我大哥講說 不要講 被釘不要講 我釘了之後受不了 大哥 我被釘了 他說你被釘為什麼不講 我是跟你開玩笑 那時候已經彎了 全身都試了 那時候我大哥說 沒有 你趕快撤 就帶我出來 那時候走的時候 他頭有點暈了 他暈的時候 他那邊收好 一看不行 然後再喝 然後把我背 又背到醫院去 背到醫院的時候 那醫生幫我算 他說你身上多少 我這一想以前老人都會講 是蚯蚓 就蚯蚓組 是蚯蚓組 是蚯蚓 那蚯蚓怎麼弄 蚯蚓就 你挖出來蚯蚓就給它剪掉 然後用筷子 把那裡面的泥土給它掛掉 對 應該會有腥味吧 有 腥味還是會有 OK 可是沒辦法 你為了那個 為了活命 對 還是要 然後結果真的第二天 就慢慢捲 第二天就有點消腫了 就可以起來了 OK 好 那當然三哥剛剛講的是 是算我們講說一般民俗療法型 如果發展問題他還是要去 去請醫生 對 那你現在是 算是專門的 專業的一個捕蜂人嗎 對 現在 像我一直到現在 已經收了獎金一百個了 我想要問 你說他叫你 叮的時候不要講 可是你沒有痛到受不了 你就這樣子乖乖的不講嗎 你沒有 而且叮到四十一個 你就這樣子忍受下去嗎 對啊 當下的感受 這麼冷靜 一隻人 訓練的課程就必須的啦 對啊 他就是人 因為哥哥說不要講 一直男人 他真的受不了 完全都沒有發出一點 你被叮的聲音嗎 沒有 他叮你 你只有感覺得痛 你感覺會痛 但是他不會 所以你沒講 問題是什麼樣的感覺 被虎頭蜂叮到什麼樣的感覺 就跟打疫方針 我們那時候打疫苗的疫方針 打疫方針 來 所有的資料提供完畢 紅隊想清楚 要被四十一隻虎頭蜂叮 奇蹟生還的 是不是現場做的三哥 三哥想清楚 真的還是假的 要壓幾分 恐怖哦 被四十一隻虎頭蜂叮 還能奇蹟生還 到底這位奇人是真還是假呢 恐怖蜂擁養顏美容 讓你愛不釋手 要吃到幾隻 才會有養顏美容的效果 其實 三三五隻要怎麼樣 是可以一直吃 你一直吃就有了 還沒有 趕快 一、二、三 要養 要養 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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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都是甜的 甜的 很像水的 怎麼樣 滿好吃的 我可以 你知道整個過程 最恐怖的是什麼 是把它擺在嘴巴 以後來炸在嘴巴 可以嗎